台積電偵材專車開進臺大 裡頭裝置一個比一個吸睛 超大螢幕機台 手放在感應器上 電腦隨機選出適合的機心人 印出專屬小卡 掃描QR Code 就可以線上填履歷 大型機心人公仔 搭配五顏六色的燈光 前方半圓形的區域 可以坐在上頭跟吉祥物 一起拍照打卡 最後再走進面談區面試 行動專車外 有一個超大扭蛋機 投下金幣以後按下按鈕 就會掉出一個大扭蛋 可以看到扭蛋裡面 除了有這個機心人的造型別針 還有貼紙以外 最大獎可是PS5主機 錄取後還能將可愛的布偶 跟印有臺積電LOGO的證件夾 帶回家 看起來很酷 有吸引力嗎 還可以 離家裡比較近 還在蓋 希望可以 你是哪裡人 高雄人 臺積預辦登機專車 將陸續前進校園 這回針對碩博士生 預計招募超過一千五百人 臺積電搶准畢業生 只要畢業立即就業 就享有十萬元的倒值獎金 更打出工程師年薪 上看兩百萬 臺積電搶公司 大概總共招募了超過八千人 今天的活動主要是針對 明年即將畢業的碩博士生 目前如果我們以Arizona 或者日本的這個員工的招募 其實我們目前都按照 我們原定的計畫 亞利桑那 軸的這個員工 目前都在臺灣受訓 那也即將在年底 結束訓練返回工作崗位 臺積電員工福利也多多 全球員工購股計畫 將在十月啟動 按月替員工買股 其中百分之十五 由公司補助 而員工參與計畫的股票 並沒有賣出限制 臺積電預期 不會影響股價波動 三立新聞 楊超成李文科台北報導